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KS看股 今天是7月30号,2023年 一个星期就过了,一个月又过了 明天31号,7月就过了 通常5月6月7月市场比较慢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也了解 通常年中生意也比较慢 stop market也比较慢,什么东西都比较慢 通常年尾8月9月10月开始 看到你的锈会起 stop market通常都会 都会有一点动力了 希望我们8月开始 这个马股有机会继续的反弹了 现在已经开始反弹 我们希望他能反弹到年尾了,最好了 还有就是 大选,希望大选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了 太大的突破就是 你知道了,某个党大赢或者某个党大输 就可能会影响到政治不平衡 不稳定了,政治不稳定的话呢 马来西亚又惨了 你知道马来西亚一直换换换政府 现在马来西亚已经被压走了 很多国家已经是 已经是我们已经是 我们的这个经济已经是比他们很多都落后了 开始落后了 以前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老虎 哈利茂马来西亚 现在不是哈利茂了 现在 现在最重要的马来西亚积极要追上去了 现在很多 外资,很多投资,很多新厂 全部不在马来西亚了 以前我们马来西亚很多科技厂 电子厂,科技厂很多 现在越南 印尼全部抢去了 新加坡还是中心 很多给人家抢去了 印尼 越南墙去很多 印尼墙去很多 希望我们这个 现在政府可以全力一点 继续全力 现在已经全力了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政府 希望可以全力一点 再拿多一点 找多一点这个外资来投资 看看每个视频 请注意,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道、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期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开这个投资户口啊,交易户口,可以是这个CGSMB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交易平台,可以玩马股新加坡美股香港都可以很方便,然后开户口更方便,上面有个链接,你按那个链接,它有一个表格,你填那个表格,然后我的朋友CGSMB的remister会call你跟你上网开户口,不用去哪里,在家开户口,然后就可以玩马股国际都可以玩,很方便啊,然后它的这个经济费又不高了啊,可以不要忘记啊,试试下这个CGSMB啊。 好,然后我的朋友就remister很好谈啊,很好谈,有什么问题你问他,他一定会帮你的啊,ok,哦,不要忘记这个,啊,CGSMB,你要,你要,你要换,你要开心户口,你要去玩外国的,或者你要换一个户口啊,你可以找我的这个朋友啊,表格在下面啊,CGSMB啊,ok, 啊,我看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说,谈过的谷啦,记得啦,我们哦,我们这边不是讲了,就忘记了,我们讲了咧,我们要重温吃,不只是跟大家一起重温,我自己要重温啊,因为我自己,我看了我的分析,我要重温,看到我的分析到底哪里有问题,哪里好,哪里不好,哪里好的,我们继续学,哦,继续,继续加油,哪里不好的,我们学了,知道哪里错, ok,我慢慢的改进哦,慢慢的改进哦,知道啊,你知道啊,活到老,学到老啦,我也不是100%对的啊,有错的,我们从未看到,哎,这个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进步了啊,ok,大家可以,可以继续的,进步啊,加油啊,ok,第一个,Ajina Motor,AX,Capital A,我们看消费先啊,消费版, A,AX,A,AX,OK,AX,星期,那天我跟你讲的啊,我们啊,我们跟大鱼游,我们在五,五,跟大鱼,跟大鱼去,去找吃,我们在五毛,四毛,三毛,四毛,五毛那边追的啊,所以现在呢,你是散户追的,你是现在是很波动的了啊,ok,一个,一跳,一个全部人追高,我们4 more,fear or missing out,怕追不到,全部人跳进去,一天起30%,29%,然后 然后第二天停了啦 冲上去一个珍珠给你铲啊 要不要卖啊 不用紧啊 你看星期一 看一下是不是红蜡烛来啊 你看啊我的目标啊 我画的这个骑士目标到了啊 OK骑士目标是这个啊这边啊 啊就是这条线左右啦我跟你画了啊 这条线啊这条线左右 OK所以他差一点点啊我跟你讲了啊 我们的模式不是讲刚刚好一定到这一一一块钱一毛啊这个 啊两两块五毛六哇这个他一定上来一定是动到这边 没有一定动到啦 这个是一个曲啊跟你讲啊 这个是一个曲 文化那条线代表这个曲啦 啊他可能会 靠附近这边跌下来他可能也会创破啊 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有目标有一个曲在那边啊有一个 有一个 目标的 这个啊 什么啊 一个叫什么区货 啊一个曲在那边啊 所以我们知道 至少我们知道他要到了我们要小心啊 这个啊他要到了你要小心 如果你是追 那天你星期五是追高 你看你你两毛三你一追进去啊 现在又又一个真竹 惨了 啊 要不要卖 你看星期 如果星期他来一个大红蜡族 OK也一个红蜡族证明他有一个 确认蜡族 OK这个是一个下跌真竹 如果他再来的红色蜡族 大部分他都要跌了 啊 因为散户是这样的啊 波动的啦 他一飞到他很过分 然后他 他一跌也可能会跌到很过分你要小心啊 不是讲银行给你3块 MBP给你3块8不是不能去 你知道银行是给几年的目标的啊 银行不是给你现在的目标啊 OK 他们是基本面给你几年的目标啊 可能他跌下来可能还能上去 可能跌下来就 再也不能上去 没有人知道啊 因为银行目标是没有违 100%会到的 要知道了啊 OK CAPITAL ARG ARGINAL MOTO有点高啊 有点 穿卖你要玩 ARGINAL MOTO长期也许还能去啦 啊 可以使他跌一点点 有点高了啦 可能他跌来 15块 可能还能去 因为上面没有目标 我们知道他现在价钱不贵啦 因为 因为你看 他的 他的 目标高点是在20多块 也许还能啦 但是 不 信息不大啦 因为他是蛮高的 CAPITAL ARGINAL MOTO CAPITAL ARGINAL MOTO长期也一样啦 也是 也是最高啦 FORMO啦 所以你要一冲上去 那天一冲上去就一个真竹 OK真竹如果下个星期 他来个红了就证明他要调下来 他到底这个上升趋势完蛋了没有 不算完蛋 如果你要算他完蛋 他必须要跌破这个0.805 这个上升趋势的这个支撑位 跌破了0.805 可能我们就可以讲哦这个上升趋势可能真的完蛋 暂时 是一个调整 调整后会不会再反弹不知道 我们要在这个0.805这边等 下个星期可能有没有可能 战户再会推他上去有可能 没有讲没有可能 因为这个是星期五星期五很多人在卖 我们要看星期一 有没有这些大资金 敢敢还去hold他 如果他在大资金敢敢还去hold他还可以 如果没有了可能他就要跌了 OK我们看 Day3 Day3 我不放在我的这个trading view 因为这些 这些新的股 很少会 我也不要放在太多股票 在我的trading view 因为优势他 他 他会慢下来 OK 这个新股 我也没有什么完新股 你要知道 他一个珍珠来 我们看15分钟 他珍珠之后 他下跌 然后他一直 再跌了没有什么 暂时没有看到 什么大的上升机会 除非他突破0.64 他大量突破0.64 也是有机会 暂时还没有看到什么动力 Innager Innager好像是要去 印尼发展 Innager Innager 5295 5295 他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头肩 很大的头肩 如果他能有动力 突破0.625 可能还 可能 可以上来这个CGSM CMV的0.84 CMV的这个目标 不过他要做成头肩 他必须突破 撑在0.625上面 如果他充不上去 他是慢慢的开始 一个下跌回调 好 你是DIY 你是DIY 没有Credo 去炒的 好像比较慢了一点 好像啦 不知是不是 好像 是DIY 现在 还在下跌 然后上次没有东西看 呃 NBN NBN也是辛苦啦 这边看一看就好了 NBN 看15分钟 辛苦要看15分钟了 他还是在下跌 还是在下跳 暂时没有东西看 呃 Nestley Nestley 是股息啦 Nestley 炒是没有什么好炒的 股息没有什么跑的 so Nestley Nestley现在在 在下跌了 还是长期慢慢的下跌了 他在一个高点了啦 他已经去到一个高点了 他在很久很长很长的 在调整下跌调整 没有什么动力 没有什么特别的动力去炒 可以的 PETAMER PETAMER是炒股 PETAMER有点高了 不要追了啦 所以他开始做了一个更高 更低的高了啦 开始 啊 所以你要小心 更高的高更高的高 现在做了更低的高 看来他 应该要开始回调了 然后你看他红色动力 最弱是现在 他的红色动力啊 你看 除了这边一下子 你看这边 50%了 他一直在 省了100%的 现在他掉到50% 所以你要小心啊 他的动力越来越少 看建筑 Campuda Campuda追高啦 你敢追 你可以试吧 我是不追了啦 OK 所以他现在 突破这个骑士 他应该还有机会来 这个4.8 4.9 他只损在4.29 IJM 因为追高啦 IJM没有东西 还在调 KB KB 他慢慢的上 要等很久 很慢 他有动力 很慢 有一点点动力 很慢 MRCB MRCB OK MRCB已经反弹了 你要等 MRCB 他有 他有机会的 因为他长期反弹 他做了一个三角形 然后他已经突破了 现在有点高了 他一下冲上去有点高 最好等他调回下来 要玩这个呢 等他回调下来 0.3 0.33 0.35 这个位置啊 慢慢反弹才进 这是你进 追高啊 追高 能源横圆 PKM Solarvis Sermiden Denaga OK 你看 OK 横圆 横圆不好啦 有一个头肩在这边 我是不会追啦 可能有一个小反弹 但有一个头肩之后是很难去追他 然后他也跌破了 OK 这个暂时我是不会追的 虽然那个油价起 我们本地的油股不强 啊 Beternus Chemical Beternus Chemical 5183 有机会哦 他就突破了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低点 看来他短期他有机会去7.53 如果他突破了7.53 他可能长期他要回来这个 有机会去CGSMB 9.3 然后他有机会慢慢冲上去了 8.4 9.3 OK这个 看来他好像东西有一点来这个 看来可能有机会 啊 虽然他不是很便宜啦 啊 因为他的他的业绩是蛮不错啦 可能到他 他不会跌到来这些低点 0.36就是低点 因为他生意是蛮好的 so that's why 也许他跌到这个5.6 可能就在这边开始 长期在这边开始反弹了 but 我们要知道是不是长期他必须突破07.53 OK Tenaga Tenaga 有点高 他创不破就9.83 这个可能要给10块钱 他9.83这个位置他很多次都创不破我觉得 有点难啦 有点难 两次创不破可能 在9.83我觉得可能又会跌回上来 现在有点尾巴了已经 有点 有点没有什么力气 好像没有什么动力了 来到这边 我们再等等看 这个我觉得是有点高的 现在近是有点高 OK 金融菩萨先币 OK菩萨是得益啦 为什么菩萨得益 因为 你看啊 我们跟你讲了啦 菩萨每天两个million 三个million两个million 好天三个million 不好天两个million 这样子他是 他的股是没有什么会涨啊 可是现在啊 当我们的这个印花费跌了然后呢 你看菩萨现在 不好天三个million 好天四个million 这样子他的生意 好像又整了啊 你知道啦菩萨 他是靠这些交易量来赚钱的 交易来赚钱 现在他头肩做出来了 他应该还有机会慢慢的上啦 0.6.6 6.9 有机会啦 他是受益啦 现在量大他是受益啦 没有量你就 他就惨了 OK OK CNB红量 OKCNB继续上很强哦他已经到第1个目标第2个目标都到了可能还能不能上再等咯 啊 啊 再等啊 如果啊你看这种unit没有卖的信号继续守啊 OK 没有卖的信号继续守啊 啊 可能还能去啊如果有大红辣州你要小心啊 红量 finance group 红量finance group还没有大的突破 他他必须 跑撑在18.4上面 他能撑在上面可能他有机会来这个 Amimes 22 OK 工业 Ajia Atex Pajaya Ajia他有一个头肩 他想突破1.53 他必须撑稳在1.53 反弹上去才有机会继续上 如果不是的话他有一个头肩 很可能他会跌回下来这个 啊这7609啊 1.14这边 现在他在这边挣扎 在这边挣荡还看不到他到底能不能 啊 因为他一突破上去很多尾巴在上面啊不是太好 啊 but他有点突破啦机会是还有啊 Ajia Atex Ajia Atex 慢慢的这边有个头肩慢慢的他在上 可能还有机会上这个 2.2 2.6 2.79 3.02 可能还有机会 Ajia Atex Pajaya Cgb Pajaya没有东西啦 那个cellsy一出来了 现在继续跌 没有东西看 Cgb Cgb追高了 大目标了啦 我们的这个起势大目标了 不要追了 如果 如果有大红辣子或者有这个 卖的讯号 自动引力 这个也许要卖了啦 C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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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去跌回下来这个很难很难玩哦 因为他的太高波动了啊 这个暂时不要动他先 看不到那个动力 Fefco Fefco 这个最好等他跌到下来先 Fefco Fefco 是什么代码 7229 这个要买便宜啊 这个要跌倒下来这个通道底1.52 这样子才买比较好啊 这个如果要玩啊有点高 GSP GSP有一个大尾巴不要追了啦 这个很恐怖啦 这个集团炒到很够力 然后丢到很够力 这有大新闻的应该啦 现在暂时 有点高了啦 太高了啦 最好不要炒了 MCE MCE SAMPASTEX SCI YBS OK MC CEMENT MC也是啊 好像要做了更低的高哦 这个就 也是不是太好了 要追了有点高了 有点高了 要追的 这个有点高 OK 有背离了 我觉得他要调了啦 这个不要追了 不要追 SAM SAMPASTEX 982还OK吗 慢慢的上 要等 BEST STEP BEST STEP那天炒了一轮 那个 这个 谁买他 IJM买了他一部分啊 40多巴仙 现在炒了 现在开始回调 OK 他回调我们等他做一个下一个 下一个底 啊 看一下他是在这边这个 2.22 2块钱这边左右这边反弹啊 如果他在这边反弹 OK 他做了更高的底 证明长期他是有机会了 这边 0.22 如果他在0.22这边反弹 OK OK 或者他来这边 这个底 再反弹 这个双底 双底 OK 突破 OK 还OK 暂时在 在等 这次 新闻的炒是完了 我们等他长期 如果这个 IJM买他是对他有利的 他应该长期会反弹的 所以他跌到很低点 OK 我们等他做双底 做出这个模式 图间 模式 再进也不迟 因为他在很低 他在一个低点 啊 如果这个 IJM是对他好 有好处的 他长期他应该会慢慢上回去 都要等时间 短期的炒是完了的 不要来去追啦 SCICOM SICOM 0099 他有一个通道 在通道底板 1块钱的左右 比较好啊 OK YBS YBS要做这个 Lithium Lithium YBS他有一个阻力 这个0.77 他很多次都冲不破 最好不要追了啊 OK 要等他跌下去了 因为 你追进去他冲不破 可能他要开始调下来 因为新闻也出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原因再去追了 暂时 除非他 他还有新的新闻要来啦 OK我们看终子 终子 B plant B plant也是高了啦 到通道顶了啦 所以他能不能突破1.2 到这个1.26的目标 我们再等 把他这边有 压力1.15 暂时他开始调下来 如果他没有跌破1块钱 也许还有机会啊 还有机会 FGV FGV没有东西看 还在 还在慢慢的 腾盘 XS plant XS plant OK XS plant他谈上去 2块钱有主力 暂时他 差不多到还没有到 已经是没有力了啊 暂时要等下看 暂时看不到他动力 OK 等下他有个头肩 看来他这个有一点 有一点回调 然后他还是有机会 啊 啊 放个止损在这边啊 OK0.66 0.66 放个止 现在那个 那个那个 昨天你有看昨天视频吗 不要忘记看昨天啊 星期六啊 好我们看大局很重要啊 啊 不要忘记看了哦 啊 不要忘记看昨天啊 看看国际啊 OK 因为你要看那个啊 那个 啊中右期货啊 的图了啊 OK 这个看来他他头肩还没有跌破这个肩还可以的啊 没有跌破这个0.7还可以的 OK OK 已经慢慢的上 OK 看来他的 他是慢慢的上了 这个要长期了啊 还OK 那个 那个啊 中右期货 4000 以上是OK了啊 暂时还可以收了 这些看来暂时 SOP SOP你看他创到2-79 就知道我讲 SOP我不大兴趣 因为他创 他这边有很大的阻力 他在横盘他没有突破这个阻力 他是冲不破你了 他又跌回下去了 答案 答案 答案也是哦 答案你看我讲3.84哦 虽然他这边有有有突破啦 我跟你讲3.84你要套利一点哦 因为你看他 他开始创到这个顶也创冲不破 哦 TSPLAN TSPLAN OK TSPLAN他慢慢的反弹 他有一个下跌你要小心 跌破0.52可能要放了 如果他们跌破0.52他可能还能再冲到顶反弹 暂时 中油价钱高油价钱高是OK啦 跌下也是啊 跌下突破了 慢慢上去 但他慢了一点点 有点炒卖可能他回调一点 他机会是还有啦 United追高了不要追了OK OK我们看 房产 IOI SIM UOA UEM OK IOIPG 哎 高了啊 到目标了不要追了啦 啊 RXB目标差不多到了啦 这个如果有卖的讯号 OK 套利 可以套利了 SIMTABI SIMTABI没有东西啦 他还在 小小反弹 他他已经跌破了这个上升通道啊 最好就不要乱乱来 UMX高了啦啊 如果有卖的讯号 如果自动盈利有卖的讯号就放了 不要再追了啊 OK UA UA也是高了 check口上去有卖的讯号 我们我们的目标通道底是到了啊 UMX也是到了啊 OK UA超过了我们目标了啦 我们这个三角星的目标啊 我们在这边他已经重破了吧 你有自动盈利 有自动盈利啊 自动盈利没有跟你叫卖 没有叫你卖就去手啊OK OK 还有下个是科技啊 科技 DATASONIC OK DATASONIC 我知道啊 你们知道阿公登的女婿啊 做了他的其中一个 Chainman的董事啊 长期他应该有机会 短期已经炒了啦 那天啊 DATASONIC炒了啦 一个大 一个一个大 啊 啊 啊 大量冲到去五毛钱 现在跌回下来一个尾巴 我觉得 你要玩的话呢 长期呢 应该是对他有有好处了啊 有益了啊 so啊 啊 你要等啊 等他最好呢 调下来 LSI 调调调调调57 调调来着4毛6 4毛3 这边低点买 收藏期也许有机会啦 啊有没有大人物在里面呢 嗯 还有谁 Francon my age of star OK Francon Francon全部在调啦啊 Francon全部在调 他在颈线 看他下个期间 能不能有几根轻辣 推他上去 他就可以去3.87 如果全部红辣出 跌破3.26你要小心 OK 投减失败 OK 现在很多都在调啦 我们要等 我们 我们跟你讲 我都知道已经要调的啊 因为 我们等美国美联储 本美联储他没有给一个 没有给一个什么啦 啊情绪啊 一个很稳 不是 没有给一个方向 所以现在全部都在猜 所以market就在那边 啊没有方向啦 OK 还没有 还没有什么新的动力来推到那个market OK 买一句op star 买一句买一句 买一句没有东西看 还在那边 调op star op star也是 op star等他突破这个 1.97也许有机会 OK bitrox unisam unisam也是在调 等啦 unisam but unisam有点调 他跌破了这个 这个阻力了 要小心 支撑 如果下个星继续跌的话 他是完了啦 可能他可能还能在这通道底啦 通道底反弹 如果他再跌跌破这个通道底 这个就惨了 2.97 他跌破2.97 惨了 OK bitrox bitrox也是小心啊 他继续再跌 7.8 他跌破7.8 上不 上 上不回去 你要小心啊 OK 因为现在我跟你讲 昨天你看视频啊 昨天美金开始讲 啊 转强啊 美金转强 market 对stop market 是不好啦 跟你讲啊 OK OK 我们看 啊 cdb 小com dg 小com dg 可能可以有一个小反弹 可能他在通道底反弹可以回 可以去到 4.7 4.6 可以了 看来 他这边有一个大的阻力在这个 不知道他能不能冲破了 4.4 4.46 4.47 左右啦 如果他冲不破 他开始跌破这个通道 你要逃了 OK 自己画那个通道啊 不要忘记啊 要要学光伏啊 呃 运输 hashtag hashtag 突破还是慢慢的上 暂时还ok 啊 tick破24.38 你要小心 vestport vestport有个头 这边有个头间最好不要追啊 突破3.56 站稳3.56才讲 OK 还有其他的beta beta拿到很大的这个order 从这个 啊 所以啊 啊 produce 啊 所以长期有机会 对吧他必须突破0.53 他能突破0.53可能还有机会现在他在横盘嘛 比我多比我多可能要调了啊做了双顶 所以你要知道他可能会调下来啊你要小心 OK 啊 你信 你信要做这个要出产生产这个moto啊电动moto啊和小量的电车好像是啊 他现在他在啊 他有个双底他如果他能突破0.16可能还有机会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动力看不到动力 7.11 新闻出来了 没有什么动力从一轮跌回下来看来现在他是横盘 突破0.2.06再讲啊 突破2.06再讲啊如果没有的话看是看不到什么动力 OK 不要忘记点一下点赞分享留言啊OK今天讲到这边先我们下个星期再谈 拜拜 拜拜